哈囉各位Mobile0的網民大家好 我是Jacky 我們今天要試駕車是這台 OPPO的Astra 那我相信如果你是對於OPPO有感情 或是你以前開過OPPO的車子 我相信不外乎就是Astra或是COSA 所以說Astra對於OPPO來說 就跟GOLF對於服飾而言一樣 同樣的重要 那麼一樣今天出三個重點給大家 第一個呢 這台車是整個OPPO品牌裡面 四代最新的一台車子 所以說它整個底盤都是全新打造 我們也很好奇這台車開起來到底是怎麼樣 會跟GRANDLANE以及MOCA一樣 是有點衝突感嗎 還是就是我們印象中OPPO該有的樣子 那第二個重點是這台車的售價 我們今天試駕的是GSLINE版本 也就是中間車型 我們認為是它的主力 所以說它123萬元 剛好介於GOLF兩個車型的中間 所以說它到底超不超值 適不適合大家買 我們體驗完之後告訴大家 至於第三個重點就是它的空間了 我覺得這台車的車格 其實比GOLF來大一點點 它的空間表現到底怎麼樣 一樣 貼完之後告訴大家 那我們就從最重要的開始吧 那我們現在坐進來Astra車內 其實一坐進來 第一眼那種感覺就知道 這真的是一台全新的車子 首先呢它採用雙10吋的螢幕 所打造出一個虛擬駕駛艙 而且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它這些東西是真的是全新的 所以說它整個觸控的靈敏度 非常非常好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很棒 我們以往用到觸控螢幕 如果它反應稍微慢一點 真的會讓人家心情不太好 那這台車我覺得用起來 感受上是很好的 而且有一個重點呢 它不管是中控螢幕 還是數位儀表 全部都可以自定義 就跟你的手機一模一樣 所以我相信Astra所主打那種年輕客群 應該也會很喜歡這一套的那種設計感 那麼另外一個重點呢 這台車雖然說科技感我覺得很好 但是它還是保留了 非常大量多的實體按鍵 那這個對於我這種老人來說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它這個實體按鍵整個用起來 你不會覺得它整個很陽春 或是很老氣 它是保留一個非常好的實用性 這邊就是一個空調按鍵 所以說非常直覺 用起來非常的簡單 下面還有一些像是首頁 以及車輛的一些快捷鍵的按鈕 所以我覺得這點也是做的非常非常不錯 那另外呢 我覺得這個方向盤一定要跟大家提及 這是一個全新造型的方向盤 它的整個上面按鍵的質感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很重要 它的造型很帥氣 所以我覺得對於Astra 主打年輕客群這種車款來說 帥真的很重要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整個安座的佈局 首先這個安座沒有到很高 但是它是獨立式的 所以說我其實還蠻喜歡這樣配置的 它的整個設計呢我認為位置都是很舊手的 像是這兩個杯架 位置我認為非常好 那前面有一個很深很深的置物空間 基本上就可以放手機用 所以裡面還有Qi無線充電 那麼既然提到的配備喔 就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這台車 中階車款GS的一些配備變成喔 首先呢它有360度的環境攝影 那前面還有Matrix的智慧有ED頭燈 然後以及兩個雙前座加熱座椅 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日常常常會用到的配備 所以它給我們我認為是還不錯的 那麼整個Astra呢它全車系都是標配的 AGR 德國戶籍協會認真過的座椅 所以我覺得這點是很棒的 但上面的用料呢 基本上就跟車型等級上面會有不同 我們今天試駕的這台GS-Line 它是採用了織布以及皮革的搭配 那更高階頂規版本就是Argentara配上皮革 而且呢高階版還會有一個電動調整的座椅 我們現在這台是全部都是手動調的 我覺得這個無仿唯一有差就是你椅背調整需要用轉的 可是這個很歐洲我覺得這個其實也OK 那我們一開始有跟大家講說 Astra的車格其實是比Golf來的大上一點點的 那我們就去後座體驗一下它的空間表現吧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現在這麼局促的狀況 應該就知道 Astra空間表現真的沒有我們預期中來的這麼好 可是它的車格確實就比Golf來的大了一些 首先它的車長比Golf大概大了10公分 軸距也大概大了5公分左右 但是這些並沒有體現在它的後座的空間上面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 是我現在的雙腳膝蓋已經碰觸到前面的椅背了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一個問題需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Astra它的方向盤是可以進行四項調整的 可是即便我推到最深的時候 我認為它的方向盤還是比其他車款來的凸了一點點 也導致說我必須要往後坐 我才能有正常的駕駛坐姿喔 所以說這也會導致它的椅背會稍微比較往後一點 但是我覺得好處是 OPPO其實有做了一個內凹的設計 所以基本上我的膝蓋雖然說碰觸到椅背 但還不至於到不舒服 那麼優點是它的空間的高度上面我認為是還不錯的 像我這樣做還有將近一個拳頭的高度 所以說就是五級後博都很厚啦 那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它整個後座的機能喔 它有給我們一個後座專屬的出風口 可是沒有獨立的空調 那下面還有一個Type-C的充電孔 同樣也只有一個 然後再最下面還有一個很小的置物空間 目前可以放什麼我也是還在思考當中 那為什麼它的車格比較大 但是後座空間其實比較小呢 我覺得很大一個部分是它把整個車廠整個軸距都留給它的行李箱作為使用 所以我們去看一下它的行李箱空間的表現到底怎麼樣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Astrad它的行李箱喔 首先呢它的開啟方式跟以往的浮屍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介紹一下它裡面的空間規格喔 首先呢在一般容積下面Astrad可以提供給我們422升的裝載容積 那Golf是380公升 所以說Astrad是真的把所有的車廠都放在行李箱的 我覺得這個有好有壞 應該說就是看車廠的設計是怎麼樣的思維 它希望座空間大一點還是行李箱大一點 那Astrad很明顯就是行李箱比較大 那有個東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行李箱底板 它好像不是很重要 但是Astrad有 Greenland沒有很奇怪 那這個底板呢還可以往下放 就可以擴增它裡面箱內的高度 所以我們實際放一下東西給大家參考 把我們公司的行李箱放進去呢 你可以發現 這個深度是真的有差 那往下放還有另外的好處 就是車門可以完全關起來 所以說如果你是在意行李箱空間的彈性的話 Astrad或許是個不錯的選擇喔 在這邊呢我必須要先跟OPPO倒個錢 我們之前試駕Greenland以及Mokka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那兩車開起來就是有點怪怪的 有點衝突感 但是我們今天開到Astrad OPPO當家的先備車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這真的是OPPO最應該要有的樣子 也很符合之前很多學長跟我們說 OPPO的車開起來就是硬梆梆 操控很好 我們現在開到Astrad 這種感覺真的又回來了 首先呢這台全新的Astrad 它大載也是整個集團裡面最新的模組化底盤 EMP2的第三代 所以說它整個車內剛性啊輕量化 我覺得都做得還不錯 重點是它的懸吊配置我覺得真的很棒 它完全沒有之前開Greenland以及Mokka那種 一般路上開有點太硬 然後你在轉彎開快一點點的時候 又有點軟腳那種感覺 這台車完全不會 它從頭到尾至始至終都是給你一種Q 這台車真的很Q 一般路上開的路感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但是你在轉向的時候 它會立刻把你的車身撐住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很棒的 所以說整台車的貼地性是很好的 而且呢它整個調教喔 我覺得也是非常非常完美 我們之前在試OPPO的時候 其實就很好奇說 畢竟它已經加入Stanelantis集團 它是一個比較偏向法系的集團 所以一個德國的品牌 配上法系集團之後 它到底開起來像法國車還是德國車 之前那兩台車 我沒有辦法給大家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但是今天我開到的Astrad 我可以100%跟你保證 這就是一台標準的德國先輩車 這真的是毋庸置疑 因為它前面才是採用麥花城 然後後面是拖衣筆 但是它的調教 完全不像我們之前開的法國車 屁股很溜涼那種感覺 完全不會有 它的後軸就是非常非常穩定 自始終都保持一個很沉穩的狀態 不管你開得多快 不管你是慢慢開還是怎麼樣 它的後軸都非常的穩定 就是吸在地上那種感覺 所以說這真的是一個很標準的德國車那種設定 那麼至於轉向手感呢 這點我覺得就有點神奇的地方了 首先呢 Astrad它的轉向手感 也沒有像之前我們開Greenland 跟Mocha那樣子 前面很糊 然後後面又突然很利落轉進去那種感覺 其實是不會的 它的轉向手感整體來說是偏輕的 應該說輔助力道比較大的一點點 但是它的轉向一直都保持得很中心 所以說你不會有那種突然間切進去的感覺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還好 所以說你從頭到尾 這台車都是在一個非常可控的狀態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很重要 因為這台車很可控 它的平衡很好 所以你從頭到尾都知道你在幹什麼 你可以預測說你現在開這個速度 轉進這個彎道 到底會不會推 到底會不會滑 它都可以完全的符合你的預料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很棒 可是有一點需要跟大家另外提一下 就是我們這台Astrad 它是中階車款 所以它搭載的是17吋輪胎 而且它的配台是米其林的Primacy 你就可以很明顯感受出來 這套第三代的EMP2底盤 明顯強過於這個配台 你可以感覺到在這個彎 這個速度 底盤一定抓得住 但是輪胎其實早就已經撐不住 就開始叫 然後開始往外滑 所以說如果換上更好一點的輪胎 我相信這個台車Astrad 應該會更好玩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動力系統 整個OPPO全台灣都只有單移動力規格 就是這套1.2升的三缸波輪增壓引擎 所以Astrad它可以提供給我們 130匹的最大馬力 最大扭力是23.5公斤米 那它搭配變速箱也是一樣的 八速的手自排 可是我覺得OPPO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就是它把它油門踏板調得非常非常輕 所以基本上你輕輕點 它動力就可以馬上湧現出來 我覺得這點在市區代步裡面是很OK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像我們一樣 在山路或是你在高速東路 你要再加速的時候 你全油門踩下去 就需要等待它了 而且等待的時間我覺得會相對來說 比你預期的還是要長了一點點 畢竟它動力輸出比較小的問題 就擺在這邊 可是Astrad是我目前開過 OPPO在台灣三個車系裡面 最協調的一台車 首先這台車的車重 1300出頭公斤 我覺得其實配上這個動力是還OK的 你不會覺得動力很強 但你不會覺得它完全不夠用 我覺得這點是真的還好 可是因為它的底盤就是這麼棒 所以你在開的時候 你就會一直想要開快 一直想要Push它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想說 如果這裡動力可以大一點 如果像踩下油門 這個動力可以更早湧現的話 開起來是不是更好玩 是不是更有趣 所以說我們也很期待 OPPO之前一直在強調 他們也想要評估導入一台 1.6T Hybrid的動力系統 那個系統基本上可以提供 180匹的最大馬力 這樣開起來我覺得應該就會很好玩 那如果要幫Astrad 下一個很簡單的結論的話 那就是性能不足 但是熱血有餘 畢竟這樣的動力配置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家庭代步的取向 那既然家庭代步 整體的舒適性我相信很重要 但是這方面Astrad表現 其實有點超乎我的預期 這台車它的整體的隔音效果 我認為是非常非常好的 不管是它整個風切聲的抑制 或是底盤隔音的那種抑制 我覺得都做得很好 所以說整台車你在開的時候 就確實營造出一個 我覺得有點高級感的那種氛圍 這點是真的很棒 但是有的地方我覺得有點吊詭 是這台車隔音那麼好 但是它的引擎聲其實是很大聲的 它會不間斷傳進來 可是我覺得這個跟它的防火翔隔音 沒有關係 這應該是OPPO刻意為止 它就是要讓你聽到那種 很好聽的引擎聲浪 讓你覺得這台車是一個偏熱血的感覺 而且我必須要憑良心跟大家講 這台車三缸引擎的聲浪 確實也是還滿好聽的 所以說這樣子的塑造 其實並不會到很惱人 我這樣開起來其實還滿喜歡的 這台車我們剛剛有提到 它的懸吊是Q的 是Q彈的 它並不會像我們一般所試駕的 德國車來了這麼樣的死硬 這麼樣的紮實 我覺得是不會的 它有吃到法國人的口水 這點是真的很好 它把這台車的調性 就形塑在德國車跟法國車的中間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很舒適 很舒服的一台鮮杯車 這點反而是Astro我覺得 新世代大改款之後 很強很大的一個優點 我們剛剛已經幫大家解釋過 Astro它的動態以及空間表現 那剩下一個問題 就是這台車的售價 到底是不是超值 適合購買呢 首先呢我們今天試駕的GS-Line 它是123萬元 我們一開始看到 就會覺得這定價有一點點微妙 因為它剛好就落在兩台Golf之間 但是我開完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跟大家說 我覺得這個定價是合理的 為什麼呢 Astro開起來我很喜歡 它的動態表現非常非常好 舒適性也不錯 再加上它這台車中階版的 它整個配備 我覺得其實給的也是蠻好的喔 首先呢它有360度的環境 前面Maxus的LED智慧型頭燈 以及全車系都標配的Level 2 可能唯一有一點點美中不足的大概就是 它沒有電動座椅 以及它的後座空間稍微小了一點點 所以說如果你是一個想要購買 有空間需求的先輩車的話 那麼這台車可能要稍稍再考慮一下 那如果說你今天買先輩車 你的考量是開帥開個性的話 那Astro我認為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首先它的外觀是真的還蠻帥的 我覺得它這個新世代的造型 這種風格其實更適合Astro 比Grainland跟Mokar都來得更為好看一些些 再加上這台車本身的稀有性 我覺得都是更適合你買的 那最後有一點還要跟大家提一下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Pujill 308的消費者的話 那也歡迎來看一下Astro 因為台灣沒有308不會進來 所以說這台車是你們唯一的選擇喔 那我們這次試駕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喔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